现在示范蒜苗腊肉的做法 那在菜市场买那个腊肉就是湖南腊肉 那一般你选择你喜欢的那个牌子的腊肉也可以 然后蒜苗一根 那腊肉的话呢我们要切片 那切片的话呢我是建议用这种锯齿刀 有锯齿的这种刀子 但是切的时候很小心这种刀子就很好切 一次一次这样一片一片这样切很好切 那切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摆盘放电锅 好这样摆盘 好那摆盘之后呢因为我这是顺便蒸饭 那我们可以放在饭上面 然后放半杯水在外锅 好然后顺便一起蒸 然后放上锅盖 那蒜苗呢我们就切断 切斜断 然后等到到时候锅子跳起来的时候 再把它淋在上面再给它焖10分钟就完成了 好的时候呢 等它跳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蒜苗放下去 然后再给它焖一下 焖个10分钟 用那个热气给它焖10分钟 这样就完成了 肯定的热气 然后再给它 哼